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這項商品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是 Japan Speed 也是國內的這個 手續一直的大廠 瑞翔所生產的一組拉桿 然後呢瑞翔呢 這次生組的拉桿呢 是以這個中階的 價位為主的一個拉桿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外觀的部分 包裝的部分呢 還是維持在之前 瑞翔的一個企業社 也就是黑紅色 來做一個經典的一個包裝 代表他們這一組拉桿的 一個重視的一個程度 然後第二個呢顏色的部分呢 目前各位所看到的 鐵灰色 還有金色 藍色 黑色跟紅色 也就是五種非常受歡迎的顏色 那這個跟之前有什麼不同呢 因為之前呢瑞翔才剛剛 推出一個七段式 三折 頂級可調的一個拉桿 那這個呢又推出一個中階 中階位的一個拉桿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有什麼不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車種 是四代新進展 四代新進展 那我們來看一下實際上安裝的一個結果 好的我們看一下 這跟拉桿呢 一樣維持著這個瑞翔的一個製作精良的一個 這個拉桿的品質 最強的東西百分之百都是台灣製造 百分之百都是台灣製造 這也是國內近三十年大廠的一個堅持 我們來看一下 那從拉桿的外觀來看 這個拉桿完全是由瑞翔自己所設計製造 然後呢 拉桿我們以後面的拉柄部分來看 第一個 最常人所看到一個接觸面積的一個展示 這個是接觸面積 是我們手拉的時候一個接觸面積 那接觸面積越大呢 基本上手感就越好 但是大呢 必須考量到內部的一個結構 還是有一定的範圍站 那瑞翔在這個地方呢 這個加大的一個接觸板面 然後設計的這個手感非常好 那基本上也是屬於競技款的一個 中版的一個拉桿 然後呢 像在平面的地方 非常的這個平滑 但是向轉折 向下的一個轉折點的地方 我們看一下 都有用球刀在轉折點呢 做一個這個加工 讓您呢 會有一個指滑的一個功能在 非常的貼心 然後在拉桿的尾端 有一個他們的一個生命之滑一個logo 因為他們生命之滑這個logo呢 這顆輪框呢 在這個 今年的世貿展的時候 大放在 榮獲國外許多的這個 廠商所矚目 然後調掌的部分呢 也是屬於瑞翔今年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新的 一個調整的 一個 新的一個調整的做法 然後我們看一下 我把鏡頭往外拉 好我們如果是 轉盤逆時針轉 各位可以看得到 越來越近 好那如果轉盤往外拉的話呢 越來越遠 所以呢 遠近之間的調整一個差異性 非常非常大 這組遠近調整的距離呢 可以說是目前國內數一數二的 不管你的大手小手都可以去拉到 非常的貼心也非常的方便 調整的幅度也是最大 所以 不管怎麼樣 像現在也要到底 較小 但是 您也可以藉由調整 去 差很多 所以呢 不管呢 你的手 習慣大 或是小 都可以很輕易的找到一個位置 而世代行進站呢 最有人所怕會 遇到的情況 就是說 拉幹的前段 會去碰到這個 外殼的部分 那像瑞翔這一組來說呢 是完全不會去Touch到 完全不會去接觸到 不管是左邊還是右邊 我們來看一下 右邊那個情況 也是絕對不會去Touch到的 這個有干涉的問題 全部都已經解決掉 那轉呢 直接是用這個 撥盤式的一個轉 一個 這個調整 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方便 撥盤式就可以直接調整 那我們看一下 實際上 裝上車的一個 感覺 我搭配一個把手 非常好看 那我們看一下 麥克叔叔 我實際用手拉的一個情況 我們一般抄架的一個情況 當然如果沒有平衡端子的話呢 呃 長度就跟原廠差不多了 那比有些車主喜歡加裝 就平衡端子 那這個部分呢 看個人 不管是你是兩指 我是三指 或是全指或 都非常的方便 都非常方便 那像 我們的習慣是這樣子的 都可以 都可以 那這組拉桿呢 總共五個顏色 高貴不貴 那喜歡可以到賣可唱庫 就是今天來看看 呃 我們都有 這個 現貨公司 那目前的車種呢 呃 請看一下下面 影片的下方 有連結到我們的拍賣 有連結到我們的Facebook 然後 基本上都說明 車種 那車種會 陸續的一個增加 一直都會再增加 那 喜歡可以直接過來看看 謝謝各位